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让长者身心灵都获得照顾成了重要的课题 一群律师 医师 会计师等专业人士 在董事长李冠军的发起下 共同组成赛亲关怀基金会 透过乐林生活规划师客制化专业的服务 提供长者贴心的陪伴与关怀 老年化社会的台湾 许多长者因为亲人在远方或工作忙碌 无法陪伴而感到孤独无助 看见这样的需求 在董事长李冠军发起下 一群律师 医师 会计师等专业人士 共同成立了赛亲关怀基金会 透过客制化与专业的服务 提供长者贴心的陪伴与关怀 我自己已经70岁了 那我觉得这个我的小孩不在身边嘛 那我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个单位 或者一个机构能够来让我们可以依靠 可以来依赖 可以来关怀我们 那他不是医院 他也不是一个老人院 也不是一个安养院 但是他可以让我们可以依赖 我可以信赖他 然后他也可以与时俱进的提供一些节目 课程让我们能够参加 我们可以交流 就跟我们童年的人 所以我的跟我筹办基金会的 投席一些专业人士 有很多都是我的同样的年纪 有律师 会计师 医生 所以我们也就是这个理念 觉得为了要立己立人 或者反过来立人立己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基金会 那我讲了笑话 我是说大概五到十年之后 这个我大概就是基金会要关怀的对象 这个我们提供的服务 第一个不是居家服务 对 我不是居家帮你去扫地 打扫 这些在外面都有这些资源 但是社会上有这些资源 我不觉得老人在家里知道 那我们规划师 其实就会掌握这些资源 就会帮这个长者去申请 以他的名义去申请 他可能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 他也不愿意去办 所以我们等于他的一个 像是一个可依靠的一个专家一样 那你知道老人的题目很多了 我可能讲不完 所以我们这个规划师基本上 就是大概心理层面 它的专业层面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那你知道我们基金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 是我们的后盾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基金会提供这个是免费的了 我觉得我们服务的对象 他也了解我们基金会其实没有经费来源 所以我们提供的 如果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 我们当然不会跟在长者收费 除了会员的奖费之外 他如果要用到外面的资源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connection 关系 可以帮他找到最能够帮助他的 开幕查会上 基金会邀请台湾民歌之母陶小青 知名艺人范怡文等人 分享熟灵生活 维持身心灵健康的秘方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到场祝贺 表示对长者而言 除了身体照顾 心灵上的关怀也一样重要 首先恭喜李冠军和他的伙伴们 有这个精神来创造这个基金会 开始的时候我也搞不懂 他在想做什么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 对老年人也花了一大功夫 但是都是在这个身体健康 physical的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讲穿了 是人海战 就是你有多少人出来照顾多少人 忽然有个人说 这个人不是单单就是身体 他有mental 那么mental的部分呢 也应该有点照顾 所以他成立这个基金 是以这个角度 所以我也带着很高兴的心情 来看他的这个发展 基金会董事长李冠军表示 未来基金会除了服务大台北地区 也希望扩大服务更多需要的长者 因为我是台北市的基金会 所以我以台北市的居民 为服务目标 那这个我们的会员 我们要招募会员 会员可能是长者本身 但是台北市台北县 只要我们能够关怀 我们的规划是能够走得到的地方 我们大概都会去 所以有一点地缘上 比如说你太远了 我们基金会暂时也不能去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 大概在今年能够达到 差不多20位左右的一个会员 所以是极少数的一个会员的名额 在明后年再扩充到50个 三年扩充到100个 这个大概就是 我觉得我们基金会 首先能够做到 往后是不是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把分支 做到其他的县市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如同基金会的名称一样 赛清关怀基金会 希望带给服务对象 如家人般的温馨陪伴 让夕阳也可以如旭日般 充满光辉与希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强化推动失智正势能 以及营造失智友善社区 国民健康署研发来自一望星球的爷爷 数位绘本 期盼透过绘本 让学童从小扎根 重视自我健康 并懂得与失智者 或者是长辈互动 促进世代共融 大人都很奇怪 明明是他突然发脾气 打翻东西 还要我不要生气 那个他是谁呢 以小朋友的视角 透过可爱生动的亲子对话 引导小朋友们 认识失智症的样态 形成同理心 国民健康署研发 数位动画绘本 来自一望星球的爷爷 从对失智症的陌生 到同理再到对话 化身为失智友善小天使 邀请民众一起来认识 及关注失智议题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 发生学过的一个目标 希望到一个人都会能够 让国民百分之七 都能够认识失智感 都能够了解失智感 那失智感当作是 老人人就一定会的 我想这个不对的概念 不是老的就一定会失智 失智到人生就是一个情境 就像我们感冒痕病 现在的COVID可能会遭到 COVID疾病 那就常常都已经 已经个认识了解 所以越早了解 能够异化 甚至看到失智我们怎么帮他 能够让社会外 可以说让他更好的支持 那我们就做我们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非常谢谢大家 那今天就请 大家来帮大家介绍我们这几位费诊 那还是我们出了第一个数位的分分 让你谢谢大家在一起 让你让他再了解 谢谢大家要了解 对于是这个人识 这次担任会本大使的艺人 林承熙 本身也有一个小孩 在工作往返台北花莲的途中 会准备一本本好听的故事 说给孩子听 带着充满戏剧性的声线 搭配故事内容 希望透过自身影响力 借由亲自导读 说故事方式 阐述会本内容对失智症疾病的多元视角 引领孩童仔细观察 倾听和感受这个健康议题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其实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其实是蛮心疼孩子的 因为我知道孩子他们 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说 在爷爷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所以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被误会了 或者是有一些委屈 那我也相信在 确认这个疾病的过程 其实家庭平之间会有些疤痕 因为可能会觉得说 就只是忘记事情 没有什么太严重 那可能在这些高小的书乎 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哇原来我们错过很多 那在故事里面 通过了核对之后 他们说出了 就是有一位被一望心存绑架的人 那在这短短四分钟 其实让我想到 当时我的母亲 他在生命的故事中 我在陪伴他 那时候其实我也在 思考着我要怎么告诉你的 我的孩子 就是他的外婆发生的事情 那我也有好多好多的情绪 就是一直在来不及整理 因为从我在认识这个疾病的过程 其实我就在整理自己 然后整理这些资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要回应我的家庭 回应我的孩子 我还是必须回应我的工作 在日常中很多事情 就是必须去完成 最后我决定就是 用故事的方式 让孩子知道说 然后外婆的 她的肚子里有怪兽 那这个怪兽呢 她现在就是外婆在那里面对 这样一样 那我们能做什么 也会告诉孩子 说 那我们可以在外婆的 需要的时光中帮助 或者是要去预备办 那其实故事里 就也让我想起了这段方式 这个过程其实 除了生病的女孩 很多时候被照顾 有哪需要被控制 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 我们虽然没有生病 但是我们同样会感受到 无力沮丧 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被接纳 有时候我们照顾得那么好 甚至可能在得知自己的家人 在病情恶化的时候 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所以其实不管是来自一望 星球的夜里 还是地球的海里 我们都很需要 很需要一次 那我很喜欢故事里面 有一段爸爸他去告诉我们 说 就像你小宝宝的时候一样 那爹爹现在也是像当时的你 需要被照顾 所以其实这一点点呢 就是小小的幽默 其实可以面对疾病的很大 潜显易懂的图画及对话 让大人小孩从阅读中 认识疾病 关心家人健康 绘本同时也能方便 图书馆学校 说故事团体 亲自家庭的运用及推广 那我非常敬佩 书里头 以绘本的方式 数位动画绘本的方式 来出版这本 非常精彩的动画绘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以全国的图书馆来讲呢 大概有将近1000的图书馆 那在图书馆里头呢 几书每个图书馆都有 同独入的馆长 也有收入式的活动 但是真的非常缺乏 这一类的味本 我想 从书里头不仅是在给我们快乐 也希望带给我们知识 尤其是能够对于健康 对于疾病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这场配股 国经署能够出版会本 尤其是用数位动画的方式 因为在疫情期间的确 有非常多人 因为被居家隔离 或需要居家照顾 没有办法前往可书馆 或者是因为个人安全的问题 而不愿意使用纸本 这时候呢 数位汇本 数位动画汇本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对于这个诗字的了解 我要给各位说一段小小的故事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对于这种生病人的这个了解 要从态度开始 从你的观念开始 我要讲的是 MOTHER PERSON 就是定住的那位 被丰盛的这个修理 他因为后来成名以后 就寒暑假就会很多 全世界各地的热心热血的青年 要来参与志工 然后每年到也要接待他们 到了他的垂死之家 照顾印度最丁臣的人 到希望给他们临终的时候 找回他是人的感觉 各位如果去过印度就知道 我在印度里寻过 整个月 那里一天可以饿死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 有些人 不是有些人 很多的人 一辈子没有住过房子 一辈子只有一件衣服 所以MOTHER PERSON 他在印度的工作 一辈子都保持两套衣服 就是那种蓝色的画子 因为印度很热 一套鞋的亮台 一套牌的身上 所以这些年轻的朋友来的时候 大部分从纽约巴尼来 都是能够附在这里 所以家庭都不错 那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们 把你的身上 把你的名牌 包括什么东西收起来 所以在仓库或者记得这样 你现代性就跟我一样 只有两套衣服 你要做的工作 带他们去看 走一遍 首先要了解定度 他从街上造回来这些垂实的 基本上都是很多天很多月 或者是整备没洗过澡 那个味道各位可以想一下 你们第一件事情 要先帮他们洗澡 刚刚他们洗完澡以后 给他们抛干的 抛到干净的床上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为你自己去照顾他 你是为上帝照顾他 其实面对施之真 这个是怎么说 其实我不想施之真 应该他也是一个人 他只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一年基金会从40年前 我们今年最好是一年40周年 我们第一个服务的对象 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是我们看见的 不是他的身心障碍 而是他是一个人 怎样恢复他人的真言 那很简单的就是 我们不是要给他鱼吃 而是叫他掉 那我想说面对施之真 其实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心态 其实在医院基金会目前 就是有200多个据点 那每天会 我们是以家庭为服务中心 大概有 每天会服务一万两千多个家庭 那那个家庭里面 是我们的服务有从像 扩婴 被孕幼儿园 亲子馆 家里的小朋友 到我们身上的成人就业服务 到长辈的 从我们的有师资据点 从据点 那到扰人日照 然后到居家服务 然后到我们也有办理一些 类似师资的互助家庭 那整个服务的宗旨 其实就是不管任何的服务对象 我们觉得 他都是人类在不同处境的一个多元性一样 就像有不同的种 可是重要的都是身而为人有一定的坚言 那我们怎样在他不同的处境的状态下 恢复他的坚言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绘本 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真的是在服务的过程中 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有一个教材 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去借由这样的教律教材 做其思绘本 他真的是老少皆宜 而且是深入浅出 那我非常认同一切的作为 不要某态度的改变 因为态度改变 观念才会改变 让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才是恢复人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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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施舍 也不是怜移 因为我们就是 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 那真的是 伊甸基金会真的是很 谢谢社会这四十年来 给我们那么多的支持 那我觉得基金会对于社会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一定会透过我们实质上 还在五十几个相关的额少的句点 那其实听了以后我会觉得 这件事情是不分年龄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在200多个句点 我们一定会很努力的去看一次的东西 国建署透过不断宣导 失智症的正确势能与友善观念 提升不同场域人员及各年龄层民众 对失智友善环境的认知 搭配近年研发多元化 线上味教素材 期盼穿越失智的围离 共同营造失智友善的台湾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KKBOX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 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 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 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下载安装KKBOX 之后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你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 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通过电视上的KKBOX 中的帐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帐号 在帐号资讯页 选择配对KKBOX帐号 依照指示进行帐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录 就能成功配对咯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的..的..怎麼降 有追..有追..有追...有追...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款中嘉宽屏吧 中嘉宽屏 國際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嘉宽屏 根据统计 台湾糖尿病人口已经突破了220万 每10人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财团法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泽医师 与基金会执行长李洪源医师 特别说明胰岛素使用的时机 让胰岛细胞能够获得喘息 优化控糖的效果 台湾糖尿病人口已经突破220万 每10人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财团法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蔡世泽董事长指出 胰岛素问世百年是安全可靠的控糖好帮手 但英国人对胰岛素有许多迷思 往往等到血糖大幅超标才肯采用胰岛素治疗 他分享一位糖友在医师多次的建议后 终于使用胰岛素治疗 不但减少口服药物 糖化血色素也降到7%以下 为什么我们要劝病人来使用胰岛素 其中我们早一点使用胰岛素 至少有这几个好处 第一个它可以及时的 及早的得到一个稳定控糖的一个机会 血糖控制的好 那当然未来的愈后 就病人发生病发症的机会就来得少 第二个我们有一些动物实验 或可以证明就是说 我们当血糖控制的好的时候 我们胰岛细胞的凋亡速度或是什么程度就来得比较轻一点 也就是说胰岛细胞的耗损跟衰退就来得慢了一点或少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保存的时候胰岛细胞的这个战力 或是它储存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才提出这样一个构想 让胰岛细胞得到一个休息或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就是我们这个胰岛 抢救胰岛大作战的用意所在 紧接着我想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有一位71岁的陈太太 她是一个资深的糖友 我现在比较昵称叫做糖宁 糖尿病的年龄 或是有人叫糖辣 就像我们的芥辣 生辣那个辣 那糖宁的话已经有了12年 也就是说她在不到60岁的时候得了糖尿病 那这一位陈太太的话 她自己很喜欢烹饪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嗜好 但是她有了糖尿病以后 当然就有一点截止 那不过过去的这几年来 她都使用了三种以上的口服药 但是她的糖化血水还是不能达标 经常会冲破8.5这个坎 她也很烦恼 所以跟医护团队商量以后 她自己也很自制 她就知道不能再吃某一些东西 或量要少一点 那后来一直要等到被发现 说她眼睛已经有了糖尿病 常见的视网膜病变以后 这时候她终于妥协了 只能说妥协 因为在8.5这一段出现的时间内 我们医事人员就一再的劝她 甚至于小语大语 说你早一点的话 把血糖控制好一点 对你比较有利 她都听不尽 等到她发现视网膜有病变的时候 她觉得可能是应该要改变的时候了 于是她就跟医护团队合作 那就开始使用胰岛素注射 加上胰岛素注射 那使用胰岛素以后的话 经过三个月 这时候的话糖化血涉素显著的降低 另外额外的一个好处 就是她口服降糖药的种类的话 我们也可以减少 那这时候病人也开始她有了信心 从事她对这个烹饪的这个热耗 也可以朋友的话 就可以再聚在一起 这时候她有一点反悔 她说了一句话 早知如此 悔不当初了 那时候早一点的话 我们早点使用胰岛素 也许过去这几年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所以陈太太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病人可能一方面是 对某些事情的坚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重新考虑的时间 或是甚至于时机 我们这时候我们做医护的 或是我们的卫教的团队 能不能针对病人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 从中得到一些学习 我们如何来劝导病人 或是更加的 我们现在一直想说 我们治疗的过程很尊重 所谓的医病共伤决策 也就是说 我们要跟病人 大家谈好 胰岛素使用的一些所谓的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会言 胰岛素带来一些某一方面的不便 但事实上应该是利多于弊的 那这些讲清楚 说明白以后的话 我们的病人 大概使用胰岛素就不会再有所迟疑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 同时也是台大医院的李鸿源医师 也特别说明胰岛素使用的时机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说 使用胰岛素的三个建议的时机 那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口服药的使用 已经超过三种以上 但是你的血糖还是控制不好 那这边大部分糖有的 糖化血色素的目标都是7 所以糖化血色素在7以上 那你已经使用三种以上药物 就会建议考虑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血糖非常高 这通常是在出诊断的时候 比如说糖化血色素超过9 那这时候你也需要这个胰岛素 赶快把血糖控制下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高血糖症状非常明显 那这包括说 食量增加很多啊 常常口渴啊 然后一直要上厕所 尿量增加 然后体重浅轻等等 那如果有这些高血糖的明显症状 我们也会建议 及早来使用胰岛素来控制 那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并发症就会升高 像过往的研究就发现说 这个糖化血色素每增加1%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将近2成 那近来这个COVID的这个疫情 我想也是大家会去关心的 那当然根据各种研究也显示说 当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如果说真的感染到这个COVID 新冠肺炎的时候 它转变成为这个重症的这个比例 也会比较高 所以从这些数据都显示说 我们要好好的把血糖控制住 那当这个医师专业人员 建议该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去使用 为了破除糖友对胰岛素的治疗迷思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也将推出 胰岛细胞喘息的胃教计划 最后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胰岛喘息计划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目前这个糖友对胰岛素使用 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迷思 所以这个基金会就推出 一系列的这个胃教的这个活动 包括第一个就是说 建议糖友们 跟这个医师讨论一下 这个如果说 你有前面提到这些状况 那你就可以跟医师讨论 看看是否需要开始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跟各个地区的 这个医疗院所合作 那举办一系列的这个胃教活动 还有一些胃教的小游戏 那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让我们的糖友更加了解 胰岛素的治疗 那也不会对胰岛素治疗 有一些迷思或是害怕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关怀基金会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的LINE群组 也欢迎大家能够 永远加入 那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定期都会推播一些跟 糖尿病相关的一些 胃教的知识 那也都有 我专专业的胃教师 营养师能够提供这些解答 那最后我再次呼吁 我们的糖友 当这个临床上 这个医师 胃教师建议你要使用 胰岛素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不要犹豫 勇敢的接受这个胰岛素治疗 那能够让你的血糖控制的更好 让你生活的更容易 然后让你的这个人生 变成是彩色的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松山烟草工厂 建于1937年 是台湾第一座专业卷烟工厂 一直到1998年才停止生产 2001年被指定为 第99处试定古迹 并在2010年转型为 松山文创园区 近年来举办了许多展演活动 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 与人文色彩 松山文创园区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 建于日治时期1937年 前身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 松山烟草工厂 后来由工卖局接手 更名为台湾省烟酒工卖局 松山烟厂 专制卷烟、烟丝 及雪茄等烟草制品 松山烟草工厂 是台湾第一座专业卷烟工厂 也是台湾现代化工业厂房的先驱 当时为台湾市 当时为台湾创造了相当高的经济产值 1998年 因香烟需求量下降 竞产力下降等原因 松山烟厂停止生产 签并台北烟厂 正式走入历史 2001年 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 第99处市定谷基 并于2010年 正式转型定名为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烟厂占后种植大量植栽 景观优美 是台北市东区最大的绿地 烟厂的中庭打造了一整座巴洛克式花园 整体材几何设计 混合中西文化元素 花园中间有一座喷水池 为少见的三层水盘枝香槟塔设计 喷水池旁有许多体态阿娜的女性雕像 据说是以当时工厂女工的样貌下去雕塑的 近年来为了活化圆区的空间再利用 结合了艺文、文创、设计等展演活动 除了展演活动 还有原有的古迹建筑 以及各式各样的特色文创商品 为繁华的东区添增不少艺术气息与人文色彩 不仅是年轻人喜爱的地方 也是适合一家大小一同游玩的好去处 记者林明燕在台北市的采访报导 台北市直辖市定谷基沿席山故居 由副市长蔡炳坤揭幕宣告故居修复完成 并重新对外开放 故居建物保留了仿山西窑洞市的原有建筑样貌 并且推出了阳明山中沿席山长社展 介绍这一位荣马半生又心怀人文哲学思想的历史人物 用17层的房子堆叠出阳席山青春到晚年的生命 这是他最后的家也是他最初的信仰 台北市市定谷基 阳席山故居开幕 由副市长蔡炳坤接幕 邀请市民一同认识这位荣马半生 却又心怀人文哲学思想的民国大员 阳席山从辛亥革命直到国民政府牵台 几乎经历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 是地方军事雄才中央政府要员 也是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 当然要感谢人很多 特别是要谢谢张日敏先生 爸爸今年94岁 他94年的一生当中 守护这里超过半十几 五十八年 我想真的是让我们很敬佩 那忠心耿耿 守护这个地方 让它保存得很好 整理得很好 我想这应该是鞠躬结尾 那当然也要谢谢这个基金会这边 今天包括这个理事长 还有我的好朋友 这个王局长 我想这个能够捐出这些珍贵的史料 对这样一座博物馆 当然它就赋予很多很多的内涵 加上李社长也很用心的来出版这些史料 目前好像已经有出版的七册 所以这些种种呢 其实都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想想看 从2004年 那么这边 定为古籍到现在 其实也将近20年的时间 这20年来 相关的展览 那相关的这些守护工作 一直在进行当中 尤其是我们整个修复工程 我想一眼最了解 因为它都是 这个对我们的预算 都清清楚楚 我们分两期 第一期先把 这个窑洞 这个3C窑洞 这个总能洞这边 2014年完成 那完成之后 当然就有一些相关的展览 那这边 红砖屋 那这一次 二起工程 也终于修复完成 前前后后 其实也花了相当久的时间 那修复这些古籍 是要修旧已旧 所以跟一般的 一般的建筑 当然不能 那个时间上 会稍微 拉得比较长一点 那 那自政府投入的经费 大概 大概三千万左右 我想这些都是值得的 就诚如我刚才 私以跟我们讲的 袁锡山先生的一生 真的是荣马一生 跨越了很重要的 这个 包括从辛亥隔壁 到抗战 到政府前台 而且他都是承担 最重要的 领导的工作 从山西省长 我们说山西网 山西省长 到国王部长 到行政院长 各位想想看 这样一个人物 他累积了多少 他等于是我们整个 从清到抗日到民国 这样一路走来的见证者 所以他的史料 绝对是最珍贵的 那尤其是 他最让大家 静静乐道的 可以说 他的人生哲学 就是中 这个字的人生哲学 不偏不以为之做 那情理坚固 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要么就是蓝礼 要么就是统独 我觉得那种 会对整个社会 会造成一种 一种一种失恋 事实上 建古之今 今天如果 袁锡山先生还在的话 我想那样的一个 中置的人生哲学 对我们这个社会 我相信 会带来一股情流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不只是说 能够来这样一个 古迹的修复完成 更重要的 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 乌威墙国务馆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位置 从这边串联 包括这个很多附近 相关的中山楼 还有包括像这个 整个阳明山 整个很多的这些 文献的一些质量 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能够 把它建立起一个 更好的 可以导览的一个地方 1951年建成的 盐锡山故居 是承担任行政院长 盐锡山先生 与其旧部所建造 仿山西咬洞的石造屋 可作为仿空洞使用 取中西日三式建筑特长来打造 处处融合了他在经历 各个时局变动下的 个人哲学思想 2004年公告指定为 直辖市定古迹 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川廊 那川廊进来这边是 以前盐锡山的主卧房 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这个石器的部分有一点 类似一个一个 这个洞穴的感觉 那东南下凉 来到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是 它的一个床主跟床柜 那下面这现在床板 现在已经 之前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 它上面这个床 床柜跟床架的部分 原貌修复 然后你要管理维护 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再用 整片三角形 你才能够把一个 历史建筑也好 古迹 这样子有文化资产身份的 这样子就要保存下来 而且发挥作用 盐先生故居 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我觉得他文化局做得很好 盐锡山先生 昔日部署 张日明先生 对长官故居 六十余年来的 悉心守护 并由盐伯川先生 纪念会联系促成 及盐锡山先生 后代家属 将故居捐赠市府 让古迹 能有更完善的 文化资产保存及活化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农令5月14号 是台北狭海 城隍老爷圣诞 妙方都会举办 热闹的庆祝活动 去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停办 但是今年 妙方是恢复 举办了台北狭海 城隍文化节的活动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祭典 展演 市集 戏剧 与装置艺术 祈求疫情早日退散 也为大道臣注入活水 台北狭海 台湾弹唱艺师郑美 带来一曲台湾市保导 为活动揭开序幕 2022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即将在5月28号登场 台北狭海城隍庙协同文化局 大同区公所 台北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及台北地下街 与大道臣店家 透过庆典活动 为城隍老爷祝寿 祈求疫情早日退散 那当然很感谢区公所文化局 新文化运动馆台北地下街 还有所有在地的好朋友 店家一起支持 让我们这个活动 在2022年能够顺利的举行 在这一整个月 从我们第一个礼拜的 有非常多精彩的新旧的演出 有北馆南北馆的 有现在的电器神将的 有现代舞的 然后二胡的 也都有 然后到在第二个礼拜 六月三号到五号 有市集 然后六月五号 还有人还愿歌仔戏 很感恩的 然后六月十二到六月十六 就是我们峡海城隍的祝寿法会 那其实就非常的热闹 那再加上地下街 跟我们的曲公所 都有各自线上的活动 可以看影片 然后我就可以hush tag 或怎么样 就可以抽到大道城店家好礼 那来地下街 是可以做满额证 就是满一定的额 这个金额 就可以拿到 城隍庙的祈福品 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大概是整体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一次我们的设计也是很炫彩的 为什么希望用温暖 然后希望用喜气的方式把疫情冲散掉 把它带走 那我们希望迎来更好的这个我们的未来 这样子 大道城是气困 对吧 大家知道大道城 大道城是气困 那在这里有很多 现实 子地宣舍 那有这样子的文化 那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薄 可是也不能缺席 所以呢 就很希望说呢 可以藉由 峡海城隍花季 这样的机会呢 也把我们大道城宣舍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艺术活动 推广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来好名 就是神乐队来福秀 有什么就是神乐队 那知道我们 以前的时候 差不多一百年前 我们这婚伤喜庆 还是贏仙红 妙季的这些音乐 都是我们的北管乐 或者有一些是南管乐 然后呢 大家只要听到这个音乐 就知道说 今天有起司有老人 所以呢 会说 他们这些乐队 其实是 心灵的乐队 但是 我们给他办一个 来福秀 現場可以让大家听到 因为现在 时代比较不一样的 听北管乐的人很少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透过小海城隍花季 这样的号召力 然后呢 在这个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解说 拆解 然后跟宣摄的表演 让大家知道说 哦 原来这些音乐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背后的故事 它是怎么样子在运作的 活动中一大亮点 还有这座全台唯一的 城隍毛线庙 5月28号到6月26号 将在永乐广场 供民众拍照祈福 因为我们的工作室 其实也就在大稻城那里而已 然后我们进到大稻城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 在地的文化 非常非常的甘心 因为我们是 其实我们是南部人 然后南部都会有聚落的感觉 可是我们来到 那个 永乐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好像回到我的家乡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在做这间庙的时候 隔壁的邻居们都会 跑过来说 啊有没有 妹妹 啊有没有要帮忙一下的 啊妹妹 啊你这个东西怎么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然后我们在制作当中 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不同的 毛线的技法 然后其实这都是 大部分很多立体的东西 都是妹妹手工吃出来的这样 对 姐姐这只是负责讲话而已 然后大部分都是妹妹做的这样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木工 然后整个建筑 都是James制作的这样 对 然后 我们制作过程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疑虑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 把老爷做成这样 老爷开不开心 所以我们姐妹睡觉之前 都会打趣的说 啊如果今天晚上老爷 我跟你说什么 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改 这样 我们还有特地去 廟里拌杯 问看看他满不满意我们的设计 然后出来是醒 好谢谢 那我们回去继续做 对 然后其实看到前面的东西 我们都真的就是可以 就是 就是有异乡是像庙里面 可以拜拜啊 或是他也有做这个 宝贵出来的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 陈华爷复制成一个毛线的状态 那连神帽 其实都是参考真正神帽的 制作方式去做出来的 对 但是这次案子很有趣 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 就是我们纤维其实有不同的 创作封面 然后可以把材质玩到这样的程度 也谢谢太太这是给我们机会 有感于疫情肆虐 台北沙海城隍庙 也连续三年捐赠防疫物品 今年则是捐赠了1000支快塞剂 给消防局温暖守护防疫人员 2020 照理说是来台200年 是不是要有个活动 我都准备好了 真的喔 今晚又开了喔 结果 结果不可以贏 不可以贏 我要怎样 我只没拿去浸水 我也没有那个破例 只有一点点的钱 然后就帮忙台北市政府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7000的什么 体温的计 也不是额头的 就是一般的 但是7000支也算个数目 然后到了去年 他还说不可以 我也是有准备 没有准备很多 结果我们的大同 有一个第四大队的消防 他们就跟台湾说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1100件的 YES 你看 为什么他们知道 他们颁奖给我 就说有爱心 第三件就今年了 我就还不开始 消防队又来了 太战 他说要在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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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多少 不是会不会去 真的不是会不会去 连抢都抢不到 后来我只有捐1000支而已 如果你说 我没有塞过 我没有 我把我那一支也献出来了 谢谢 喔 我真的爱各位 今天 如果没有保中姐被我骗 一年一年 每次搞活动都来这里搞 第一个遮风避雨 第二个有冷气 第三个 有人他带的不是我带的 所以我真的好感动 然后现在我们的邻居 还有麻祖过来啦 还有那个印度舞过来 我们那个 迪化街上好多文化 还有好多那个 我们要学学不到 所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长辈说 你若有 一百万买一间房子 不遗憾 出品哪赞 万金买出品 冬雨怕怕怕解了 文文姐刚才都没有讲数字 他刚才捐赠的这三年来 都是一百万 他都没讲 给他掌声 捐赠给我们台北市的防疫物资 所以为什么我知道 是因为市长亲自颁奖给他 感谢 而且他很低调 他其实都没有告诉别人 他除了努力的把钱捐给市政府做防疫 照顾所有人民之外 他还把钱捐给我们办议文活动 然后自己口袋两袖清风 我这时候工商服务一下下就好了 我们28号呢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实体线 让大家知道迪化街还在 疫情会走 迪化街还在 所以28号是 我们跟虾海城隍爷爷 跟我们区公所的烈烈大奥城的活动 再加上我们文化局 我们新文化运动馆的活动 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开幕活动 是28号的2点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会邀请黄珊珊副市长 立临现场 跟大家加油打气 就是希望大家在地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很快疫情就过去 很快就会走出 我们会继续越来越繁荣 为期一个月的2022台北峡海城隍文化节 将在5月28号到6月30号登场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感受宗教信仰结合在地文化的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KKBOX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 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Icon 下载安装KKBOX之后 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你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透过电视上的KKBOX中的帐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帐号 在帐号资讯页 选择配对KKBOX帐号 依照指示进行帐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入 就能成功配对了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我们让他去转租 你可以看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 不能这样 不可以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國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再带你来看 中山区复旦路的复兴隧道 5月31号傍晚因为大雨 造成了边坡土石大量滑落 当地太白里长郑吉雄 紧急通报市政府 并向立委蔡世应陈勤 因此立委蔡世应与当地的议员 邀请各单位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中山区 复旦路的复兴隧道 因为这两天的豪雨的关系 让昨天晚上发生探风的新闻 那是今天特别跟我们议员 还有里长 还有相关的单位就来 就这样来会刊 那我们刚刚已经协调好 肉铅港公司三天内 先把相关这个影响道路通行的部分 先给予排除 那至于后期 因为它是从省河山上滑落下来的 这涉及到边坡稳定的部分 那我再请市政府的阐发处 确认土地所全能是谁 那之后我们再来邀请土地所全能 就过去的整体的围养的部分 来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保障行人的出入安全 也能够一并的把他除了 这件事情我想说市政府把他除了 因为他是属于水土保持的 所以他应该要出来协调 看是哪个单位 譬如说像因为地主是国产署 那国产署就必须要开这个窗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必须要 航港局 港务局 还有就是国产署 这三个单位就必须要大家协调 看着谁要去动工去把他修复回去 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复兴隧道前有发生落实的现象 那也感谢我们蔡市英委员 然后还有各单位都有立即来到这边协助处理 但我们现在看到落实依旧还是保持现况 而且再晚一点的话也会再下大雨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 全责单位必须趕快紧急来去抢修 避免要是有发生任何伤亡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汗事 大家都不乐见 所以我们一定要麻烦蔡市英委员 还有各单位赶快来去处理这件事 以保护民众的安全为最首要的 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命悬一线 我希望各单位希望能够有一个 相当于一个边坡的管制机制 以及防災的机制 以及救灾的机制 要一起把它做好 不要因为所有的公务人员 互推啤酒造成民众的生命安全 也造成民众的恐慌 那我想目前最重要最重要还是 在这个边坡上面呢 有一户人家里面住了六个人 虽然他们是非法占用户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目前这个房子是无法再居住了 那未来他们的安置 以及他们的下一步呢 目前是我们市政府 以及我们几个紧急处理的单位 现在在协助他们紧急处置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端午节快乐 我们再会 《中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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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降啊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了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整理 ineисlement 中家寬評